许淫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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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道教的 神道教里的 学日子 看风水 学日子 佛门里头没有 佛门里面重视礼节 不重视 这些 所以 幸好啊 没有一样不好 下面是一位 英国同修提问的 弟子 本身吃素 但所从事的 却是 贩售 冷冻肉式的行业 冷冻肉式的行业 虽觉得不妥 但别无所长 请问 因如何是好 你自己素食很好 你贩卖的是冷冻的肉食 你没有杀生 实在讲呢 他也不是为你杀的 你可以 为这些众生 念经 念佛 回向给他 超度他 跟他借这个缘 好死 我相信 你买了这些肉 这些众生都会感谢你 那么 因你 这个 这个 经营的利润 就是 播出 十分之一 替他们 做功德 做好事情 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 最近 这个国内 有两套光碟 一套山西小云 一套是 为什么不能吃它们 你就专做这两种光碟 我听说现在科学技术很进步 那个一套光碟 可以容纳在一个光碟里面 一片里面 那就很方便了 山西小云一片 为什么不能吃它人一片 到你这个地方来 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送一片给他 让他回去看看 这个小店就变成道场了 利益一切众生 这是个好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做长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感应 感应往往是意想不到的 下面有五个问题 社会人士提问 第一个他说 我是航空服务员 多年从事这个行业 时常浪费了许多资源 如乘客不用的饮食 一次性的餐具等等 心中很不安 请问怎么办 这个事情是你们航空公司老板的事情 你没有办法改变它 那么你就只好随便 那么知道这是一种浪费 只要你自己不浪费就好 你说浪费只是多资源 可是你如果是 能够利用这个时间 念佛可以不中断 在心里面默念 可以不中断 手上可以带个念珠 那个念珠会度很多人 人家一看到念珠 就会心里就想个佛 阿赖叶里头佛的种子就种下去了 这一场念珠 天天给这些旅客种山根 这是好事情啊 那么我们社会里面呢 借缘的这个小佛卡 很多 这小念珠都可以身上带一点 遇到有缘人 有缘人他欢喜他愿意接受 你就送给他 广结法语 介绍他听经 有些与佛有缘的就介绍他听经 介绍他学佛 这都是好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行业 都能把它变作道场 变作借淫众生的场所 飞机上天天那么多旅客 你就在那上面做借淫工作 真的你就行菩萨道了 这样做就好 第二个问题是 安洛斯是道德吗 这是否对疾病界老化问题有帮助 安洛斯也是自杀 没其名为安洛斯 自杀没有不堕落的 还得到提神 又是多麻烦 任何宗教 没有劝人自杀的 没有说自杀是如法的 而且都说自杀是罪过 这不是一个宗教说的 许多宗教都这么说 我们要有高度的进去 那么对于疾病老化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看山西小院就明白了 山西小院跟为什么不能吃它 这两样东西都是属于英国教育 在现前这个社会 它的效果 比辽凉凡事学 比感应篇 比安事全熟 还有效 我们极力 依照这个教训去做 首先 改变自己 自己 自己 如理如法的修学 真正得到 殊胜效果 别人就相信它 别人就相信它 自己没有效果 人家也问的是 你送给别人 人家问的是 你做到了没有 我还没有做到 别人的信心 只有一半 我做到了 他真有信心 所以自己要真干 为什么有这个效果 做到